离婚了 就不要再婚 除非遇到那个爱到不行 满眼都是你的人 出现的几率很小 如果没有 那就好好赚钱吧 可以晚嫁 可以不嫁 但不可再错嫁 嫁错人比不嫁更可怕 低质量的婚姻 不如高质量的单身 因为一不错 满盘皆输 结婚是为了变得幸福 离婚也是 不结婚也是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勇敢面对自己的感情 珍惜眼前的幸福 无论我们的人生 经历多少次波折 都要坚信 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离婚了 就不要再婚 除非遇到那个能让你重新相信爱情的人 在这段婚姻中 如果你发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即使再艰难 也要坚定信念 追求自己的幸福 没有那个人 我们就好好赚钱吧 生活不是因为快乐 才需要朋友 而是因为需要朋友 才快乐 好的关系 可以让你充实 温暖 让自己拥有 更好的生活品质 而低质量的婚姻 往往会让你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 无法自拔 总之 离婚了 就不要再婚 我们要相信 在人生的道路上 爱而不得是一种常态 所以 我们要学会珍惜自己 坚定信念 追求自己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